三国东吴十大名将排行榜,谁才是第一名? 第十名孙桓孙桓自书武,生了一表人才,少年时期,就出路锋芒门武双,全身得孙权赏识称他为宗室严冤,历任五位多位。 安东中郎将拜建武将军二十二岁时,隋吕蒙参加过偷袭荆州的行动从讨宽与于华龙二十五岁时,跟随陆逊抗击刘备一龄之战中,以少胜多差点活捉刘备,令刘备心惊胆战后,封为丹徒侯。 在修筑恒江吾过程中,斩并英年早时第九名蒋亲蒋亲自公益,早年跟随孙策平定丹阳,吴军,会计三郡又平定豫章等郡,担任过三个县的县令,讨伐平定了几县贼扣,后平定会计活捉旅合, 秦郎孙权和肥大战张辽时中了张辽的圈套,奋力护住孙权才得以安全,离开善事件曾经射死过陈恒,和黄中单挑食能对战数回和全身而退,因其妄似居嫌,奋力护住。 秦简皆约被孙权大为称赞第八名韩,当韩当自义公善其设体内过人,早年跟随孙奸征战四方功勋,拙着是江东政权的主要建立者之一参与,过赤壁之战随吕蒙攻打南郡,随陆迅,一起参加过宜邻之战大破蜀军了,江韩当有万夫不当之有。 第七名成谱成谱自得某,是东吴将领中,资历最老的一个辅佐过孙奸,孙策,孙权三代跟随孙奸征讨过黄金之乱,董卓作乱斩华雄,破吕布跟随孙策平定,江东势必之战,时任傅都督和周瑜一起大破草军,攻伐南郡,历任毕将军领江夏太守,南郡太守,当后将军第六名黄盖黄盖, 早年追随孙奸辅佐过孙权,孙策,孙权三代善使铁边,曾经升秦流表大将皇祖赤壁之战时乍降于曹操后,用火攻大破曹军,是赤壁之战的主要功臣之一后,平定武陵,易阳历任偏将军,武陵太守第五名灵统灵统自攻纪,年少出名传说历大无穷,十五岁, 担任别部司马领级父亲生前兵马孙权出征江夏时为先锋将军